直播把9月3日训,18-19三季打欧洲联赛已经全面展开,为了更全面,深入的报道五大联赛,并捕捉赛场内外容易被忽略的精彩镜头,花边新闻以及数据故事。 直播把新开设了直观欧罗巴这个栏目,个人,团队手,寻求互动的木帅难以阻挡,一,莫里尼奥在本轮那连2比0和胜普恩利的比赛后,莫里尼奥走到场边,向随着客针的球迷表达了谢意。 不过,最让人意外的是,莫里尼奥并不是站在球场上向球迷鼓掌致谢,而是翻过广告牌进入球场,并不顾宝安的阻拦与球迷亲切的握手,感谢。 如今压力巨大的莫里尼奥,开始不断向支持他与球队的球迷表达谢意,而球场的广告牌与宝安,显然不能阻拦互动鸟,图,谁能阻拦想与球迷互动的莫里尼奥? 二三十五岁老妖跨下身锋,在本轮伊亚联赛赃普多利亚,三比零取胜奥布勒斯的比赛中,三十五岁的前意大利鼓角前锋华丽亚雷拉,攻入了一个精彩的杂耍进球,能在三十五岁的高龄用如此好的柔韧性,打出一记跨下身锋的巧射,不得不叹服,意大利男人真的是一切都有可能,图,华丽亚雷拉的这个进球。 太早三,迪玛丽亚在本轮罚假联赛中,迪玛丽亚攻入了一个精彩的角球直接得分,而且,皮球在巨大的弧线下,是从锦门主飞入的球门。 其实,脚把出色的迪玛丽亚,一直是神仙球的稳定输出者,在此,前曾在社交媒体上放过一段用插花脚把脚球踢入球门的神作,图,与脚球直接入网相比,迪玛丽亚的插花脚你,不多看几遍还真的有点吗? 四,为儿子主圈的身家投斯科尔斯已经退役多年,且在退役之后,他大多数是作为嘉宾参加球评节目。 不过,根据媒体方面的报道,斯科尔斯,儿子效力的英格兰第十一级别球队罗伊顿由于煽情严重,斯科尔斯专门付出,二字主圈。 不过,罗伊顿还是领导一输掉了比赛,图,斯科尔斯的身材还是保持得很好,对吧? 五,伊莱格西亚斯在本轮是贾连萨州,西班牙人在可场一道二负于阿拉维斯,球队封谢球员伊莱格西亚斯在开场阶段,展现出了自己的诸刺冲击力。 不过,与他冲击相比,他的射门却让人大跌眼镜,图,冲击过人都是猛无比,最后射门时腿弯了也幅度很大,但是,却提供了你或忽略的数据。 贝尔跨赛季七连杀在本轮西甲连赛中,黄马4比1大胜来加内斯,取得连赛三连胜,贝尔在本场比赛中又取得了进球,他在西甲前三轮比赛中均有斩获,如果加上上赛季末他在四场比赛中连续取得进球的话,贝尔已经称获了跨赛季的七连杀,二本子马完成通杀,还是在本轮黄马对阵来加内斯的比赛中。 本泽马胜获了没开二度,表现神勇。 当本泽马的第一个进球贝尼A2认定有效后,黄马球员高兴的围着本泽马进行了庆祝,并不是这个进球多精彩或是多重要,而是,本泽马终于完成了通杀壮举,在登场比赛之前。 本泽马在效率吸甲后一共与33支球队交战过,他攻破了32支球队的大门,唯一没攻破过的就是来加内斯,而这个进球,无疑让本泽马完成了通杀。 得到队友的猛烈祝贺,就理所当然,图,本泽马通杀一烂,该哭还是该笑,反向梅西属扎卡。 一、扎卡已是反向梅西,在本轮因超联赛中,枪手后摇扎卡的发挥可为选景展现出了他的犹豫。 他先是利用出色的脚法送出助攻帮助球队取得领先,然后又送上失误造成球队丢球。 在最后到山停补时阶段,他更是展现了一个自残式的过人。 这次免为其难及有些身体全方位利用的过人,将扎卡的持球与身体容忍性短板完全展现。 在本周末的西奖联赛中,梅西不仅有进球,有让点,有百分百的过人成功率,更让网友闹洞打开,把反向梅西的帽子扣给了扎卡,图,这次过人。 看一次效一次二这是足球比赛,不是一对一互动在本轮一奖联赛中,国米克场3比0大胜伯洛尼亚,拿到联赛首胜。 不过,在上半场比赛中,国米虽然占据主动但是并未进球。 从一方面来看,国米在上半场比赛期的缺乏侵略性,而下图中国米球员这次两人互动的传递,也可以说是球队上半场比赛的写照。 图,你俩玩得新奇,考虑过队友吗? 三,红军门将,注定相遇土耳其。 在本轮英超联赛中,红军门神阿利森,因为拖打带球被对手抢断造成丢球。 这一次,对于自己脚下技术,无比自信的阿利森,出现了巨大的失误。 红军门将近年来平凡失误,已经成为世界独坛之名的段子。 在阿利森这次失误后,欧洲段子手又出现了一个新idea,阿利森这是要去土耳其相会卡里乌斯。 不过,卡里乌斯已经在土耳上演了手秀,还需要适应的他在手秀中有一次出击失误。 但是,也封出了对手的一次单刀,图,这个桥坎,给满分吗? 四,文化山场竟在本轮英超联赛中,这次在课场1-2负于沃特福德,在下半场比赛中。 专业的导播在热刺1-2落后的情况下从看台上找到了身穿衣有薄切蒂诺投向衣服求迷。 而衣服上波切蒂诺的那个表情,欧当时的比分,十分应景。 图,一脸不高兴的波切蒂诺,开水没温度。